今儿啊给您换换口 咱们不讲辫子兵了 今天呢再给您讲一个跟古迹有关的故事 有这么句口头语啊 也可以说是俗话 专门用来形容啊特别聪明的小孩 这句话呀是这么说的 机灵鬼透灵杯小金豆子不吃亏 这句话的出处典故啊 肯定是在北京城 不过呢据我所知啊 河北省和这个天津 都有人这么说 形容这小孩聪明啊 都是这句机灵鬼透灵杯小金豆子不吃亏 把这个金豆子念成金豆子的 那肯定就是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来源了 不知道您的家乡啊 有没有流行这么一句话 如果要是有的话呀 您留言区告诉我一声 我呀好跟别人说古气 显得我呀他有学问 咱们这小板块啊本来时候就短 所以说咱别聊闲篇了 赶紧呢是书归正文 那有人说关于这句俗话的这古迹在呢 哪呢就在冬月庙 哎朝阳门外冬月庙 您想起吧 这冬月大帝专门管魂令的神 所以说呢这路故事 它惹定是少不了 您看啊这句口头语里啊 它就四个词 机灵鬼透灵杯 还有呢就是小金豆子 再有一个就是不吃亏 那这四个词啊 就是这冬月庙里四块杯的故事 这冬月庙里啊杯可是不少 人不是常说吗 这冬月庙啊有三多 什么多呢 杯多神多 营连多 今天啊咱们不说那两样 咱就说这冬月庙里的杯 冬月庙里有多少杯啊 一百三十多块 也有人说呀 有一百四十块 这事您得原谅 那学徒我呀可真没数去 一呢是屯篮 二呢是不得实数 数过了三十啊 哎就得数乱咯 人家告诉我 他说这有一百三十多块杯 我是怎么听来的 怎么跟您瞧 那咱们就先说说呀 这机灵鬼 您来到冬月庙啊 一进山门 看见这个天路神道 月台东边这片杯了吗 这机灵鬼啊 就藏这了 您瞧这一东一西的两座了炉 哎这机灵鬼杯啊 就在东了炉的后边 那这块杯有名字没有啊 有名字呀 它既然是杯它就得有内容啊 这块杯的名字呀 叫重建冬月庙灯杯记 这块杯的内容啊 没几个人知道 哎他肯定啊 是没有这杯座有名 这杯座的两侧呀 刻着两位道童 哎这机灵鬼啊 说的就是俩道童 您瞧啊 这个开脸啊 是被破坏了 这破坏文物的时期呀 有很多 哎这原因呢 也有各种 不过您瞧这种 砖杀鬼神的破坏呀 那您就知道 是什么时代了 话说早年间呢 在东元庙门口啊 有一卖炸豆腐的 这别人呢 都白天出摊 踏步去 他晚上出摊 那有人说了 他晚上出摊 卖谁去 哎他有主顾 您别忘了 这可是朝阳门外 哥过去呀 这南梁北运 梁市呢 从那个通州 上了码头之后 用大马车 运到北京城 进朝门呢 再拉到各米粮店啊 和这个棺仓里去 为了不影响 白天的交通啊 那通常都是夜了运 运到这个朝门的时候啊 只能从这等到天亮 对呀 那夜里 这城门不开呀 所以这些车把是呢 只能在这个朝门外等 等到天亮之后 再进城 那这小份拉碗卖炸豆腐呀 那就是为了服务这帮车把事 说有这么一天呢 这掌柜的呀 夜里又出摊了 有两个小豆腐啊 打着灯笼 可就过来了 哎 要买炸豆腐 那么说这炸豆怎么卖呢 一个大子两块 这小豆腐呢 就从这个怀里呀 掏出四个大子 当着这个掌柜的面啊 数了数 当当当当 可就扔进呢 这钱框里了 这掌柜的顺手 拿这个大竹筷子 就给这两个小豆腐 加了八块炸豆腐 用荷叶一包递过去了 这两个小豆腐 接过炸豆腐 有说有笑 转身可就走了 等到这掌柜的 再看的时候啊 这灯火链啊 可就越来越弱 这掌柜的 可没放在心上 因为这冬月庙啊 就在旁边 这里边的老道 出来买炸豆腐呀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这老道吃素 也没说 不让吃炸豆腐呀 可是啊 事来了 天亮了呀 掌柜的收摊 收摊钱呢 得穿柜数日钱呢 这一数钱不要紧呢 就发现自己 这钱破了脸啊 有四枚纸钱 这掌柜的想 没有出早病的呀 怎么我这钱破了脸 他飞进四枚纸钱了呀 哎 他也没在意 把纸钱捡出来 就扔了 揣着其他的钱 推着自己的小吃 可就回家了 可是呢 奇怪的事来了 打这天开始啊 这两个小道童啊 每天都来买炸豆腐 还都是夜里那个点 挑着灯笼来呀 他挑着灯笼去 不多买呀 八块四个老钱 当着这掌柜的面 数好了 当了当了 扔进钱筐里 这怪事啊 也就开始了 每天早上起来 这掌柜的穿柜呀 都发现这钱破了脸啊 有四枚纸钱 十二一长啊 哎 这掌柜的可就怀疑到 这两名小道童身上了 这掌柜的琢磨呀 这四个大子不算门 没有这么开玩笑的 一天两天行 驾步天天来呀 于是这天收了摊 这掌柜的可没回家 哎 把小吃啊 往庙门口一摆 可就进了庙了 找到这个老道长之后啊 就把这事跟老道长说了 老道长说 我们这儿 没有你说的 这两个小道童啊 这炸豆腐掌柜的说不对呀 天天来呀 一天不差 这可有半个多月了 正当这两人都纳闷的时候啊 这老道一拍脑门 哟 你过来看看 是不是这俩人呢 于是把这掌柜的引到 背下头啊 手往下一指 这掌柜的一看呢 这背座上 一左一右 扣着两位童子 这穿着打扮面膜 和手上提了的灯笼啊 和他每天夜里 看见的两位小道童啊 是一模一样 这掌柜的说那完了 这既然不是您庙里的人 而且呀 很明显 这十克的小人啊 能吃炸豆腐 那他俨然是已然成了鲜了 那管不了了呀 不但没人陪我炸豆腐钱呢 他每天晚上孩子来找我呀 这老道说你别忙 我有办法 于是进的屋里啊 取出了锤子凿子 在一个童子的腿上啊 就凿了条红绳 给另外那个童子的灯笼啊 凿了一个灯罩 哎 您别问我呀 这红绳怎么凿 这灯罩怎么凿啊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听来的 我就怎么给您讲 说实话 我趴那儿 照了半天啊 这小道童的大腿了 我也没炒这红绳在哪儿 总之啊 打这儿起 就再也没有人 跟炸豆腐掌柜的 开这种玩笑了 有的时候去多月庙啊 还真看见 有人呢 买来炸豆腐 在这两位小童子边上啊 祭拜祭拜 哎 这民间传说故事就这样 你要是信他呢 你就随着故事走 你就觉得他有意思 您不能跟这个民间故事 民间传说拧着劲 都跟我似的 趴地找红绳 那这民间故事 讲的说的都没进来 说完这机灵滚啊 咱们再说说这透亮碑 不加而话音也行 这正字啊 叫透亮碑 您看完这机灵滚之后啊 您就上这个神道天路 这从东边上 西边下去 这透亮碑啊 就在大约殿 西边这个广场的碑林里 丙陵宫殿 门口啊 有这么一块碑 也有名字 叫白纸圣会碑记 这典故故事啊 它不在碑身上 也不在碑座上 在哪儿 在碑手上 这块碑的碑手啊 是两条碑龙 因为啊 采用的是镂空透雕 所以呢 在这两条碑龙身上啊 有六个对穿的孔 据说这种雕刻方式啊 它兴盛于汉唐时期 后来的工匠啊 就不那么执着了 没人追求这种啊 祭废工 大家呢 又不太注意得到的这种细节 所以呢 在客这碑手龙的时候啊 那基本上就是浮雕 不过呢 这种技法没失传 还是有人在做 这块碑啊 就是顺治七年的碑 那它怎么叫透亮碑呢 对啊 它有孔 它自然就透亮啊 每到冬晶天的时候啊 早上起来 这太阳懒懒的 从东边升起来 照到这块碑上的时候啊 您站在丙宁宫殿前呢 看这块碑 透过这个碑手啊 您能看见六个亮点 因为到了清朝那会儿啊 很少有这种 镂空雕雕 雕碑手的技法 大伙啊 看着它都心心 所以说呀 就给它起了个名 叫透亮碑 说完这个透亮碑啊 咱们赶紧的 就得说这个小金豆子 您顺着这个碑啊 往东看 那有一串台阶 从这个台阶上去 就是戴约店的戏约台 捋着台阶上去呀 那您若定是头冲北 您一回头往脚底一看呢 您就能看见小金豆子了 您看见什么了 其实啊 您只能看见一块玻璃板 这块玻璃板呢 差不多呀 宽一尺五 长二尺半 这底下呀 就是著名的小金豆子 其实呢 这就是一块条石 每到下完雨之后 把这块条石 冲刷干净 大伙就发现呢 这上边一闪一闪的 有金点 那古人就认为呀 这是金子 上边金光闪闪 一粒一粒的 那都是金豆子 据说呀 还有人呢 凿下来半块 报家去了 那没有这本事呢 那就只能是偷偷摸摸的 抠起一小块来呀 揣着走 据说呀 抠石头的都没得着好报 后来为了保护这块石头 这才像这块玻璃板 那实际上 这是什么呀 其实啊 就是铜 这块石头啊 是铜矿子 一块半生矿 上边所谓的金点啊 实际上就是铜矿麦 这现在的工作人员 他不了解 要想让这块石子上的铜啊 泛金光 那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剖光 那有人说了 这古代谁给石头抛光来着 有啊 天天呢 有好些人 给这块石头抛光 布鞋底啊 蹭来蹭去 石头就光了 一下雨呢 哎 冲掉了浮土 这才陷了金光 现在啊 这工作人员都是大聪明 弄块玻璃板呢 把它盖上了 这现在人的鞋啊 什么地儿都有 他不能啊 把这玻璃板抛光 可是他能把它磨毛了啊 这样啊 再想找这小金豆子 他难了 即便这玻璃板 他是清楚的 你也找不着小金豆子了 这玻璃板往上一捂啊 它里边有水气出不来 上边那金豆子 生锈了 跟这石头啊 成了一个色 你还哪找去啊 所以现在很多主播呀 蹬在地下 给您指着瞧 您瞧您瞧 这就是金豆子 哎 哪还有金豆子看呢 实际上没准啊 那就是一个过冬的小甲虫啊 趴在那了 不过呢 现在又有新的说法了 说这金豆子呀 您是看不见也摸不着了 您要是能从这块石子上一步跨过呀 也能给您这一年啊 带来好运 得嘞 我替您的跨一下 祝您呢 来年事事顺遂 你说完了 不是还有那些不吃亏呢 没有 这不吃亏啊 据说遗失了 上边刻着一群小猴啊 去同马蜂窝 这画片的主要内容啊 就是这马马遮猴 猴哄马蜂 这大概其就是这个马蜂啊 绝不能吃亏 没看见食物呢 咱们也不过多的评述 讲完这妙了的故事啊 我给您讲一个我们家的故事 既然说到这了吗 我保证您是真事啊 我向毛鸡保证 那我有一表姐 那什么表姐呢 他爸爸呀 是我妈的没出五福的堂兄 这大表姐呢 小名啊 叫大毛鸭 那谁都想呢 生完老二之后啊 又是个女儿 应该叫二毛鸭 可是这孩子啊 从小啊 就聪明机灵 没吃过亏 一落草呢 本来是叫二毛鸭 可是后来呀 就没人叫二毛鸭了 都管他叫小金豆子 他这小名啊 就来自于这句俗话口头云 这就是今天的古迹故事 本来没想这么长 原本上是打算啊 今天休息偷个懒 谁想呢 一聊聊嗨了 得嘞 咱们明儿啊 是继续咱们的清免之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